在现实生活中 仙女和壮汉无论如何也不会用来形容同一个人 而这个五大三粗八块腹肌的大汉的确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仙女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牙仙》 阿强是一个冰球运动员 外号夺牙恶魔 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一上场就会撞掉对方球员的牙 但就冲着他这股憨劲还挺受观众喜欢 不仅如此 他还超级毒蛇 爱摧毁小孩子的梦想 遇到事情就想嗲嗲两句 他的女友是个单亲妈妈 有着一儿一女 阿强和女儿小泰关系很好 这天阿强在女友家打牌 手上没钱了就打起了坏主意 他溜进小泰的房间 从他枕头下摸出了一块钱拿去打牌了 正巧的是小泰掉牙了 根据传说 他把牙齿放在枕头下 会有牙先来拿走 然后留下一美元 可他醒后 牙没了 钱也没了 阿强毒蛇的毛病又犯了 他告诉小泰 牙先是假的 女友瞪了他一眼 并拿出一美元给了小泰 随后 他们因为这件事吵了一架 阿强只好先回自己家了 晚上 躺在床上的阿强在枕头下摸出了一张船票 他正准备嘲笑这个无聊的恶作剧 没想到 背后居然长出了一双翅膀 紧接着 身上的衣服也变成了少女的粉色 一圈七彩的光芒围住了他 等再睁眼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都穿着粉粉嫩嫩的裙子 还长着翅膀 他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高个眼镜男找到了他 原来 阿强因为扼杀小孩的梦想 被牙仙女王惩罚当牙仙 而眼镜男是来跟随监视他的 阿强才不愿意 脚底抹油撒腿就跑 却被几个仙女当场抓了回来 眼镜男嘲笑他 这好日子才要开始呢 阿强一身腱子肉 哪忍得了被他嘲讽 两人推腿脏脏就要干架 就在这时 牙仙女王出现了 他要求阿强服刑两周 履行牙仙的职责 阿强没有选择 只好听从 一个合格的牙仙当然要从装备开始 眼镜男戴着阿强置办了一身新衣服 还给他添了许多道具 最有意思的要数诗意粉 只要一小撮就可以忘记刚发生的事情 在阿强离开前 牙仙女王告诉他 如果他犯错 服刑期就要再加一周 如果被别人发现了身份或者不履行职责 就要当一辈子牙仙 说完女王一挥手 阿强就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天他正和女友亲热 手机突然响起来了任务 阿强还没来得及跑出去就变了身 没有办法 他只能去和眼镜男会合 执行他的第一个任务 他吃了变小药 从门缝钻了进去 找到小孩的房间后 拿了牙 放了钱 正准备走 没想到吵醒了小孩 引来了他家的猫 牙仙童话瞬间变成了生死食素 他踩着滑板飞速撤退 第一次任务也成功结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这天阿强正在打冰球 任务又来了 他只好跑到厕所变身 害怕被队友发现 他只能变小后从马桶逃走 阿强哪受得了这委屈 他也不想好好执行任务了 到处去撒十一份 任务虽然完成了 女王却不大高兴 没有给他新的补给道具 没有道具 怎么完成任务呢 阿强只好从黄牛那里买 没想到买到的都是山寨货 执行任务的时候 只隐形了一半 吃了变小药 却变得奇形怪状 吓得路人报了警 阿强也第一次进了局子 眼镜男告诉他 只要他认真完成任务 就给他新的道具 阿强为了早日解脱 只好答应了 他换了一身猛男装备 开始认真执行任务 还一改往日的敷衍 努力练习起了冰球 可在一次比赛中 由于他的自负 没有传球给队友 导致他们输了比赛 怒火攻心的阿强 转而迁怒起了别人 他告诉小泰 童话都是骗人的 气得女友跟他提了分手 还嘲笑眼镜男没有翅膀 把他也给气走了 阿强虽然腿飞了一阵 但比赛还是要继续的 就在他持续实力 充满绝望时 眼镜男念着之前的交情 出现在了球场 他用眼神鼓励着阿强 让他重新振作 英勇挥杆进了一球 阿强找回了自信 可就在赛点来临的重要时刻 牙签任务又来了 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比赛 但是看到这次任务 失去收小泰的牙齿 他还是选择了执行任务 阿强来到女友家 收走了小泰的牙齿 还告诉他 童话都是真的 要离开时 正巧被女友看见了 他以为阿强 特意打扮成牙线来道歉 十分感动就原谅了他 阿强守护了小泰的梦想 也得到了女王的肯定 他提前结束了情期 重新回归了正常生活 这次的经历 让阿强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影片的最后以他向女友求婚 女友欣然答应而落幕 长大后我们都明白 童话的确是虚构的 可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小孩 童话都是美好绚烂的 梦想也是无可取代的 愿我们守护好自己 内心的童话和梦想 获得面对现实的力量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